张高黎和贾庆林家族在被曝在港大手笔制产,10月10日有港媒披露了多名中共高层家族在港制产的信息,其中提到已卸任的中共高层张高黎的女儿和贾庆林的孙女。 港媒在曝光张高黎和贾庆林家族的财富港媒苹果日报报道说,张高黎的女儿张小燕近年在港扫货,与夫家,已狂扫于20状元朗加州花园及加州豪园洋房,连同其他物业总资产值近8.6亿元港人夏同报道提到,张小燕夫妇近年在物业市场吸纳不少物业,他们一直居住在加州花园。 近年迁往加州豪园湘莲屋,两间湘莲别墅和共实用面积,约3400方尺报道,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,张小燕行踪低调但去年同今年都有扫货至今还继续物色机会,一般官二代多数买豪宅但她不同,买的物业多数细七百万至一千多万,不是用来自住就是收租从来不卖而且价钱,地点及物业类别都不显眼。 此外张小燕与夫家亲属亦有一同购买物业,部分由中银香港承造案揭,张小燕的夫婿里胜颇是有玻璃大王,支撑的心意玻璃主席李贤义之长子。 10月10日该报另一篇报道,提到了中共政协前主席贾庆林家族,其女儿,女婿及外孙女,多次在港扫货知情人士透露贾庆林的女儿贾强,别名林青。 2016年至3778万元购入,西板山堆号中层闭市,县市值达5860万元升值,55%甲庆林女婿李博潭。 在1993年至2002年间透过移东投资公司购入共6项写字楼及商铺物业,2002年,李花200万购入礼节花园18楼闭市县,市值880万元而甲庆林外孙女李子丹,2015年赤3.87亿元向太古地产购入港岛司徒,拔到53号奥旋。 OBS低层自用,当年只有24岁的他,以现金付清访款,巴拿马文件起底张高黎和甲庆林家族,对于中共高层家族,在港制产的消息早在2016年4月国际调查报道记者联盟ICIG公布的巴拿马文件中也有提到,该文件涉及9名中共卸任及卸任高层领导人的家族。 如该文件显示,涉及利用离岸公司海外避税或隐藏财富,的包括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,局限已卸任的常委张高黎的女婿李盛坡,贾庆林女婿李博坛及外孙女李子丹等,巴拿马文件披露了李盛坡的离岸公司操作。 他曾透过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,开设三家离岸公司,包括2001年,开设的长信华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,2007年,开设的Top Glory Investments Limited及2012年,开设的正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。 其中李与上海市政协委员张永康,一同出任正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,董事代业务不明公司注册出资料显示Top Glory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已告解散的盛德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。 此外,巴拿马文件,海棋底贾姓林女婿李博潭旗下的庞大商业王国企业物遍及地产、酒店、能源、教育及广告行业李博潭妇女名下,有多间离岸公司巴拿马文件显示。 李博潭通过莫萨克风塞卡律师行,在2000年9月起设立了一家名为封城发展有限公司,Function Development Limited的离岸公司成为唯一股东。 2011年10月Lanching,Joanna林青已入票人身份,向莫塞克风塞卡律师行,发出两张4680元的汇丰银行支票。 同时,为封城发展有限公司,以及另一间名为岳山国际有限公司,Yushan International Limited,脚牌照费,注册代理年费等常规费用。 2013年林青带入票12246元,为封述两间公司缴费,贾庆林和张高黎君被指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信。